二輪鄉人口大約有2萬5千人 但目前鄉內還未有一處適當的空間場所 能讓鄉民辦理各項的活動 為此雲林縣府補助2100萬元 加上鄉公所自酬的1950萬 要新建一座多功能的活動中心 並在日前舉辦工程動土典禮 第一層開動順利 眾人用產進行著動土儀式 同時祈求工程一切順利 在二輪鄉的市區內 將要蓋一座多功能活動中心 參加典禮的鄉親表示 大家都期待這座活動中心的新建完成 日後也能有一座大火一起活動聚會的好場所 因為我們鄉的地方 有只有一個大型的活動中心 因為我們人生母活動中心 我是躲在後面坐在那裡 起這活動中很需要 大家都對我們這麼老人 從這裡來看 前往開一座運動做事情 會比較方便 二輪鄉長中福祝表示 目前鄉內大約有兩萬五千人 很需要有一座大型的活動中心 提供給各村裡的民眾來辦理各項活動 甚至可用於防災避難調解會辦公室等用途 輪檔、輪塞、傳辦公室都很少人的地方 所以這點就是希望我們這座氣候 能夠做輪檔、輪塞、傳辦公室 還減多重心 還有我們調解會沒錢、沒所在 所以這我們有一部分做調解會 尤其我們影響沒有這座 適合災害、防災中心的使用 所以這座的這也是災防防中心 包括還有其他 我們的四大人比較老大的 要來辦開花什麼 更方便 活動中心由公所自酬一千九百五十萬 雲林縣府補助兩千一百萬 共投入四千五十萬的經費 新建一棟兩層樓高的建築 並規劃村辦公室、會議所等空間 設計無障礙設施 方便鄉親長輩們使用 是我們很多鄉親大家 共同登局以來記台 這個活動中心的 是我們雲林縣政府 也出兩千一百萬 我們的利潤鄉公所 也出一千九百五十萬 共同來興建 不只是輪當輪篩的 傳立辦公室 甚至未來是防災避難的 一個安置場所 所以這個活動中心 可以說對我們地平很有幫助 未來興建 立後的使用也很有意義 公期時間大約一年 期待完成之後 可以給地方民眾 有更好的公共空間來活動 記者邱顯成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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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